很多车友都在问我车窗上这个能悬浮隐藏的小东西是什么啊 虽然它没什么用 虽然它很幼稚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 在我的车上贴了快两年了 这个IF进入载具 这个到底是什么游戏的梗 是绝地求生还是啥 我也分不清了 你们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下 主要有一些第一次上你车的朋友 这个车门把手不知道该按这边还是按这边 然后这写个IF进入载具 这还画个F 他就肯定知道怎么开了 然后这个贴纸的尺寸呢 刚好是和特斯拉的这个无边框车窗 无边框车门的这个玻璃 每次下降的高度是一致的 所以它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悬浮隐藏的效果 这个之前我在网上买过很多这样的贴纸 它的尺寸不合适 就导致每次在这个玻璃下降的时候 它还留着一条在那就不太好看 我这个贴纸呢就完全不会有问题 是专门定制过的 大家买回去呢 要沿着这个车窗玻璃的下眼去贴 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贴纸呢 防膜呀还有它的防雨水冲刷的这个效果都不错 大家可以放心去买 我的车已经贴了一两年了 四个车门每个车门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每次上车啊 都跟着打游戏要进入载具似的啊 特别有意思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在屏幕左下方 小房车给你的爱车来一套 再会